世界和平实践家 混元禅师 自古以来 文化是人类为生命延续 与提升生活品质 而不断与大自然 及宇宙万物互动的产物 一经提到 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烟 说明了人类和宇宙万物间的关系 天地先万物而有 人类是生存生活于天地万物间 是宇宙浩瀚银河心系的 一粒微小尘埃 与宇宙万物间 有着相互依存 密不可分的关系 老子道德经说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文化是有机生命体 广义的文化包含物质文明的表层文化 社会规章 规范 制度的中层文化 以及含思想 信仰 价值观等 精神文明的深层文化 文化的本质是亘古永续的发展 包括了远古 上古 现今及未来 天下万物间则进行 本世一家亲的互融与互动 它是以天人合一为主轴 层层在扩展 分化与演化的历程 它是人类生存命脉 得以绵延不绝的精髓 也是现今中华民族文化 得以悠悠岁月 千万年来至今仍历久民心 渊源流长的根源所在 中华文化道统是我中华文化的 核心思想与精神所在 对个人来说就是安身立命 成胜成贤 对整体社会结构来说 就是导向天下大智 天下太平 因此中华文化道统 是天下太平的本源 研究中华传统文化的 英国著名史学家 汤恩比教授曾说 世界要和平 要弘扬中华文化 因为中华文化道统 是一套历代圣贤传统 和继承下来的思想体系与传统 它以儒家哲学为主流 并将人 成 中 行 公 等五大基本原理 融入于文化道统中 同时兼容道家 墨家等各家思想 其中所谓公者即天下为公 世界大同 天下太平 因此中华文化是世界和平文化 所以以儒家哲学 一经哲学为主流的中华文化道统 当可扮演其中重要之角色 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学 庞廷顿教授曾提出 世界和平之道在文化 说明文化同时拥有分裂 与整合两大力量 文化的一同决定了国家的利益 敌对与结盟 文化同持性将可助长 不同人民间的合作与民聚力 当今的世界关系 存在于不同文化文明之间 在这个世界中 最普遍 重要而危险的冲突 是在隶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 族群间的冲突 因此 世界文明新秩序 将以文化来重组 也就是说 和平与文明的未来 端是世界主要文明的政治精英 和知识界领袖的 相互了解合作而定 所以 未来世界要成为地球村 同持性文化要相互合作 不同文化文明 要相互交流与支援 所以说 世界和平之道在文化 开启文化对谈 是未来和平的期待 台湾维新圣教宗主 混元禅师 自2001年开始 就举办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 与世界和平两岸高层论坛 至今20年来未曾中断 就是希望能化解两岸分歧 并缩小两岸文化之差异 更其能由两岸和平 共同来缔造世界永和平 中华文化悠悠历史七千年 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 至今仍存在 且历久明星的传统文化 中华文化之所以能流传 其主要内涵包括天人合一 以及天地人三才一贯的 信道合一理想 强调先修身在齐家 治国平天下 大宗治政以及人文与民本 和正德利用后生 以及百善孝为先 透过祭祀祖先弘扬孝道 让人得以和天地历史产生联系 开启生命大气象 大气度大格局 开创和平大未来 故说中华传统文化是和平文化 台湾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 自1998年起 即带领诸仲弟子 亲临新疆甘肅清海等地 立行追根溯源的参拜与研究工作 研究结果发现 中华文化道统可往前追溯至 古今昆仑文明 尤其是今昆仑文明的 福西太极八卦九宫文明系统 即是现今易经文化的本源 换言之 中华文化道统应可往前推进三千年 福西文化是其根源 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曾开示 三祖文化承袭福西文化 并繁衍子孙文明 形成中华文化道统 三祖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文化 中华民族自盘古以来 繁衍子孙 一万五千六百一十五姓氏列祖列宗 历朝天子帝王至今九百一十七位圣灵 从皇帝的相亲相父 炎帝的养贤蓄财 石油帝的礼贤下士等 启迪与弘扬三祖文化 古至今用的时代价值 混元禅师不仅承接传统文化 追根溯源文化道统 并力促推动中华三祖文化 在台湾的弘扬 中华文化有岁月七千年 一化开天再化碧地人力其中 即使中华文化一经大道 正是人类所应该征询的不变法则 所以鬼谷文化 是将中华文化古至今用 还原到当下 正到的结果 世界和平的灯塔在台湾 世界和平的依规 在维新道藏 前台大文学院院长 黄启方教授 曾以弘扬文化道统 重振世道人心为主题 圣赞维新圣教宗主 混元禅师 以孟子之四端 侧隐之心 修悟之心 辞让之心 是非之心 来发扬中华文化道统精神 正如《礼记礼运大统篇》中 大道之行业天下围攻的境界 也是中华文化道统的基本精神 并延续孔子 无道一以贯之之法脉 一经是智慧 风水是净土 一经风水学 是中华文化道统 维新圣教 即是承接 与传扬中华文化道统 是和平文化 确保世界永续发展之文化 更是开创中华民族 未来五千年的光明之药 浓密的苍翠树林 宁静幽远 缠几处处 随远参乡的信众游客 川流不息 这里是南投县国庆乡仙佛寺 维新圣教的开山道场 走到入口两旁 首先映入眼帘的对联 维新世宗 为国修道立人天 圣教真言 为民祈福定太平 正是彰显维新圣教的核心精神 以及注持混元禅师的历教本院 混元禅师本名张义睿 行道之前 在台中成立中心测量公司 是台湾测量界的先驱 1982年 一场突如其来的重病 绝望之际 促使他发愿放弃世俗事业 全心投身 一经风水妙法 济世渡人 运转天下太平 悲心宏愿得上天垂敏 重病的他 近奇迹般不要而遇 并在修行中 灵性觉醒 与王禅老祖天人合一 展开了三十多年 悟道 正道 行道的人生 借由一经风水学的体证 他深刻体认 一经与风水学 是中华文化博大精神的源头 天下要太平 世界要和平 便是要一经风水 与宗教的修行 合一运用 混元禅师 于是怀抱感恩之心 以及度众立生之愿 伴学立教 踏出天下太平的第一步 天地立宗 圣人立教 世民宗教 而且天地之间 人的心是大无其外的 无限宽广 要安心 只有多了解宗教的真实意 所以本人从四十年前 就开始修行 带着维新圣教的地址文 大家来探讨宇宙的大条和法则 鬼谷文化 古字金融 即是世界和平灯塔 混元禅师 于2001年成立维新宗 2009年成立维新圣教 台湾维新圣教 是以天下太平为本院 以弘扬中华文化道统 鬼谷和平文化为宗志 维新圣教的法源 是汇集了中国五千年的文化精华 易经 以天地为师 法天地运行之道 红军开混沌之迷蒙 道传南极先翁 再传九天玄女 后有鬼谷先师祭之 一脉相传 于现今重现 于是有易经风水 妙难闻 百千万节 今重现之在 鬼谷的思想 及其学说 虽距今已有 两千三百多年的时光 但它俨然已能成为 现今二十一世纪 面对世界 仍纷乱不已的时代 发展大未来 让天下建太平 世界大和平的心灵一归 为心圣教 一句名言 阴阳日月最长生 可喜天里难分明 若有真圣鬼谷子 一出天下定太平 鬼谷子是中华民族 两千三百五十年前的大智慧 鬼谷文化是上圣的世界和平大智慧的一归 由本维新圣教 台湾鬼谷文化学会 会长杨吉东 来负责执行 鬼谷文化是世界和平的一盏明灯 在台湾 鬼谷文化是人类和谐 相互尊重 古至今用的上圣心法 正如李韵大同篇 是孔子最上圣的治国心法一样 鬼谷先师王晨老祖亦有开示 李韵大同篇是天下太平之道 天下太平 乃是21世纪 全球75亿人口 共同的天命与责任 若大家都遵照李韵大同篇去做的时候 相信世界会和平 我们人生一定会过得很安心 现今地球人类仍纷争叠起 它有政治 经济和文化的因素在 但地球大气的变迁 尤其地球暖化 它带给人类普遍的不安 却是事实 看看2020年 全球面临一场新冠肺炎 病毒疫情侵袭 所带来的震撼与灾难 让我们不得不面对 全球公共环境议题的推动 全球治理 呼吁环保与生态物种维护教育的加强 以确保地球的永续发展 并带给人们重要的启示 面对人类复杂多变的大未来 人类不能独立生活于地球上 人人有责 以及人人应皆有 诚如中华文化道家哲学 庄子奇无天中之所说 天地与我并生 万物与我唯一的胸襟与情怀 则天下太平将此日可待 维古文化的核心思想 即是万法维新 新是大五旗外 细五旗内 若是我们人类都能够体悟到 万法维新 世界就和平 人类就没有战争 混元禅师2009年曾开示 教育为世界和平之本 2013年赴开示 未来世界和平基础在经济 他启示教育与经济 是未来迈向世界真和平 因努力的两大重要方向 教育它带动未来的经济成长 而经济的成长 是未来世界迈向和平的基础 他也印证了维新圣教宗主 混元禅师所开示的 教育为和平之本 及未来世界和平基础 在经济的毅力 而有关未来世界和平基础 在经济 它涉及了两道 未来经济发展问题的解决 鬼谷文化可扮演其间之关键性角色 并运用鬼谷文化中的艺学 游学 兵学及初世学发展大未来 至圣鬼谷子于距今两千三百多年前 上返古今昆仑文明 中接中华三祖文化 副传承周易文化 在现今中国大陆河南齐县云梦山 承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 含风水学 它以武艺禅机纵横学说 结合朱庙法造就了朱法家 朱斌家 朱纵横家 朱仙家 由于他们之间相互成就 使中华民族恢复大一统迈向和平 更重要的是 使中华文化法脉得以渊源流长 历久民心 因此鬼谷文化 可说是中华文化发展中重要之一环 而说起鬼谷仙师王禅老祖 它不仅是光明能量的化身 更是易经 风水 与宗教合一的智慧本体 是天地人一以贯之的禅机视线 它的天威与慈悲 关乎全人类的存序 维新圣教透过宗主混元禅师 本身的生命因缘与发愿后 一步一脚印实践力行 得到各方助援 在台湾树立世界和平灯塔 让我们看见天地间 质浩瀚又质精维的运转法则 是如此的妙不可言 只要人类摒弃私心 爱人如己 则众志成成 无所不能 时至今日 由台湾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 所创立的维新圣教 结合宗教教育与学术 以中华文化道统一经为法源 在台湾及海外各地 全面在传扬 于人世间普利众生 皆欢喜信寿 奉行至圆满 尤其从台湾进土落实谱传 受贿而至心安 而禅定者无以计数 可见维新圣教对人类之贡献 是二十一世纪人类之明灯 多起维新圣教教主 王禅老祖 乃是天界的大罗金仙 曾三次化身于人间 其一是五千年前 轩辕皇帝的国师 贵渝曲 他以一经阴阳五行 探讨人体与自然之气韵 成就中国第一部医书 《皇帝内经》 又发明指南车 驻皇帝大败持游与着陆 其四是两千五百年前 战国时代的大思想家 王许 用名鬼谷子 他在袁孟山创办 中华第一所古军校 培育出孙殡 庞娟 苏秦 张仪等知名弟子 以纵横学说统一战国乱局 并著有鬼谷子一书 被后世尊为至圣 其三则为晚清时期 主张严禁鸦片的 胡广总督林则徐 他不畏权势 心力除弊 提出诗仪之长迹以至仪 被史学家评为 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鬼渔区 鬼谷子 以及林则徐 这三位古圣贤的思想与作为 对中国历史发展 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而今又透过慈悲的大修行者 混原禅师 道驾慈航 再次视线于台湾禁土 圆满天下太平本愿 这不仅是中华儿女之福 亦是天下人之福 2012年10月 混原禅师入围 诺贝尔和平讲 由于深感维心圣教之教义真理 实为天下太平唯一之法 随即开始着手酝酿 经折板法宝大集结之编印 将其定名为 鬼谷文化维心道藏 正式成为教门经典 流传千秋万事 鬼谷文化维心道藏 由易耀出版社 动员上百名宗门同修 共同完成 代表维心圣教法脉传承的 维心道藏 不仅是人类史上第一部填书 也是鬼谷子所传的天下第一报 一万五千六百一十五卷 等同于中华民族 一万五千六百一十五姓氏 卷卷不重复 每年以两千卷的数量 陆续增加中 维心道藏 就是鬼谷先师王禅老祖 两千多年来 为中华文化道统传下来的法脉 卷卷天机密 卷卷直指人心处 是维心圣教法轮常转的命脉所在 大宇宇宙的调和法则是体 有体必须要有用 用即是鬼谷文化 鬼谷文化古至今用 到当下二十一世纪 有本维心圣教 要传下来了 集合起来 那就是道藏 体用兼备 要护养鬼谷文化 只有一条路 多理解 维心道藏 维心道藏是一切万法的主軸 所以世界要和平 必须要来开发每个人 内在心灵的智慧 鬼谷文化 古至今用 中华文化道统在台湾的发展 若自明清起始 中华先祖由唐山来台湾开墾建设 它至少有四百余年历史 若再往前追溯 唐朝时代 极有中华先祖来台湾的踪跡 岂是台湾与中华民族命脉 密不可分 台湾文化与中华文化法脉 更是密不可分 台湾维心圣教宗主混元禅师 也曾在总本山先佛寺天坛开示 台湾文化命脉源自中华 中华文化发展在台湾 它掌握的是秉持历史精神 扣进文化会命 希望唤醒世人的历史觉醒 推动未来两岸的和平 希望两岸中华三族的儿女 因着血浓与水的情感 能够心手相连 共创世界永和平的本愿 混元禅师自1983年开始行道 弘法的过程充满未知的挑战 有人潜心追随 也有人批评敌讳 但从不曾教习混元禅师 心中的热忱与使命感 他说要做到死不要病死 这种坚定的意志 开启了义学齐家治国 平天下的心业 更在人类的思想上 建构新和平的蓝图 将中华文化新传的汇聚 向全世界传播 风水是山河大地的环境生命 是宇宙的最大调和能源 若人违反了风水的法则 则人类及万生万物 是无法生存的 这是真实不虚 台湾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 以鬼谷文化一经风水调和法则 推动地球环境的永续发展 鬼谷文化一经风水学论述的 对待法则与调和法则 是维护地球山河大地 永续发展的博尔法门 它也印证了混元禅师开示的 风水学是一门环境 与生态保护学的毅力 地球本身就是一所灵界的大学校 当庞大的灵性光辉融合为一时 所产生的力量足以翻转人类的宿命 因此 易经 风水与宗教 在人类文明演化的进程中 是天道的鬼则 也是宇宙致大的慈悲 在当下 有混元禅师透过宗教教育 普及于世 使有云人 聘文学习 信受奉行 得到灵性升华的机会 改变自己 以造福他人 形成善的循环 世界和平是人性尊严的相互尊重 地球只有一个 我们既然来到世间 我们就要相互尊重 所以世界和平 是人人所应该尽的责任和义务 天下太平是天界人界 共同的大法轮 天下遇太平要修天道 行人道 台湾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 自1983年开始行道 弘法历生以来 维新圣教总本山 仙佛寺 即陆续成立42个分市道场 39处教室文化单位 共转世界和平大法轮 并于2009年正式成立 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 及其所颁布的会纲 维新五官 以法界官天人智慧 宗教官尊重生命 国际官资讯红法 人文官品德教育 亲近官一经风水 以这五官的正念与正信 作为推动世界和平的 五个重要心法 当因缘和合时 便以各种不同的法门 例行天下太平的本院 混元禅师曾经开示 宗教教育是在开发 每个人的灵性智慧 是启发每个人内在的心 他投注毕生心力 在宗教教育的卧土上耕耘 如今已化作一亩亩良田 从儿童到青年 再到市农工商百业 都有接触妙法 改变生命的机会 若能推广到全世界 便是最踏实的心安和平之道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莫过于一金大学 养贤蓄才的终身学习体制 于1996年成立一金大学 希望借由社会教育的功能运作 提供全民授教机会 鼓励大家学习经 混元禅师 它是以一种天下太平 世界和平为极论 要天下太平安定人心 所以必须从新 习经新法为出发点 所以混元禅师 开始传授习经相关的理念 到目前为止已经培育了 大概将近有十万多个人左右 一金大学目前开办 一金新法初级班 一金新法正旗班 师资培训班 大专学生属其精进班等 循序渐进的修学课程 此外更成立 儿童学一金推广中心 声获各界好评 全民化的教育方式 从儿童到青年学子 再到市农工商百工百业 让每个人都有接触妙法 改变生命的机会 当每个人生命走向和谐安定 就有余力能够自度度人 共同投入为国修道 为民祈福的修行中 成为一股不可或缺 推动世界和平的力量 他启示 未来一金大学将承担天命 肩负起世界和平的重任 2008年于八卦山圣城 设立维新圣教学院 开设应用一金学系 和维新圣教应用一金研究所 即将一金风水 与儒 世 道思想 融合进行系统化之教学和研究 以共创和谐社会 实现天下太平之本愿 未来 八卦山圣城 更是世界和平的原点 是中华文化道统 弘扬的灯塔 混元禅师行道至今 38年的岁月中 皆本此以疫药打开阴阳之真理 例行人世间的阴阳精进大条河 于1983年 在台中成立疫药社 后改名为台中金修院 其宗旨即在以疫经新法 补疫禅机 结合风水正法 为众生指点迷津 助众生解决问题 或改善居家 工厂 公司环境 皆得心安 现今维新圣教 42道场 39教室的法师们 担任问世工作 以本此真理 在尽调和的责任和义务 也在为天下苦难中 排忧解难 企业平安 是社会国家稳定发展的基础 风水布局是否如法 都会成为事业的助力或阻力 混元禅师 乃于2004年成立台商服务联社 为世界各地的台资企业 提供风水勘与投资的建议 在2012年又提出万家工厂 万家春计划 希望透过教团培育的法奖师 帮助企业改善风水环境 转亏为盈 进而稳定经济 造福人群 至今服务的触角 已延伸到中国大陆的广州 广东 福建 上海 浙江 江苏 江苏等地 海外的部分则有东南亚各国 日本 澳洲 加拿大 美国 等地 混元禅师庙法 广泽人间 希望人人有工作 家家有饭吃 在生活安定 没有恐惧的条件下 能够踏实心安的生活 让天下太平 世界和平 宗教的力量不可思议 唯心圣教之所以能够承担 为国修道 为民祈福的天命 在于教团的存在本身 即是一个引路万林的接驳站 临界众生 大无其外 细无其内 都能在宗教的超度仪式中 经由唯心净土 前往南天净土 再转生至西方极乐世界 佛净土 从唯心圣教成立以来 就透过诵经祈福 以及法言供养 陆续为世界各地的天温天灾 以及战争等负面能量 进行磁场的转化 包括2003年的SARS 2005年的禽流感 2010年的天坑地洞 2012年日本富士山 与美国黄石公园火火山的爆发危机 2014年的伊波拉病毒 2015年的世界饥饿与战争危机 2019年的台湾平安 世界平安 以及2020年的新冠肺炎天温危机 混元禅师皆遵循教主 王禅老祖的指示 起见各种宗教法遗之法会 以法相会依教奉行 并恭送诸金千万部 让所有的危难 都能在王禅老祖遇事的时间点 顺利化解 这是非常独特而难得的机缘 也必须结合所有弟子的慈悲信念 及无怨无悔的奉献 微信圣教 时时为地球人类祈祷 为灵界创造和谐的能量场 才能做到 也因为如此 中华文化道统的法脉 才得以在平安的基础上 远远留长至未来 从开山至今2020年 38年来混元禅师起见 有形建设无数 其中仅以代表 中华三组文化精神的皇帝殿 和象征两岸中华文化大融炉的 云梦山八卦城 和台湾八卦山的八卦圣城为代表 未来 维新圣教八卦圣城 将和云梦山八卦城 同为中华文化大融炉 它有待两岸中华三组儿女 新手相连 共同来将鬼谷和平文化 弘扬于全球 适时 王禅老祖本愿 混元禅师弘愿 天下太平将可实现 以宗教包容学术 以学术成就宗教 这是维新圣教 在台湾弘扬中华文化道统 走出传统武术格局的大跃进 2003年成立台湾鬼谷子学术研究会 成立宗旨在养贤蓄才 发扬中华文化道统 共创人间进土 2005年又成立南天文化院 广妖再也宜贤 贡献智慧 混元禅师近20年来 每年至少两次前往河南齐县 云梦山八卦城 举办两岸鬼谷文化高层论坛 以及宗教祈福法会 集结两岸学术各界学者 贡献智慧 以文化会心 以礼意交心 启迪两岸中华三组儿女的 历史意识的觉醒 共创两岸和平 至今 共举办百余场次 参与人数达数十万人次 混元禅师的慈悲与无私 以及他对文化道统的深厚素养 对两岸知识分子的交流交心 与和平的缔造 推动两岸和平 极具重要的意义 所谓法会在以法会友 以法会心 以法会祖灵 本质上 它是一种深层意识文化 一种人神交感文化 它追求的是一种 人神对应关系的和谐 混元禅师说 法会是推动 民养两界同观照的处所 是心灵的皈依处 它民养两立 未来世界要和平 民养两界同观照 因此祖灵安 后代子孙才能平安 小制家庭 大制国家 甚至整个地球世界的平安与和谐 都与祖灵的心安密不可分 2004年 维新圣教在台北林口体育馆 举办第一坛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 创下中华民族五千年来 宗教祭祖的规模与典范 维新圣教在创办祭祖大典前 已投入祖灵的追根溯源行动 且延续长达十年之久 不仅为三祖建庙立祠 也完成中华民族 天子帝王圣号路 及列祖列宗信誓谱 留与后世子孙祭祖之依据 维新圣教自2004年至2020年 已举办了十四坛联合祭祖大典 所投入的人力物力难以估算 但祭祖的功德 是维系人类和平的无二法门 21世纪联合祭祖大典 不仅创造了两岸 与世界华人的共同记忆 也为大中华大校文化 写下崭新的一页 更是天下太平的起点 使全球中华三祖儿女 化解族群冲突 团结相近 新手相连 共创人间净土的开始 也是名阳两界同观照 天下一家亲的展现 混元禅师 不仅是当代的一知行者 也是世界和平的推手与实践家 他在台湾打造了中华文化的大熔炉 近两万多卷的维新稻葬 智慧如海 都是大中华文化的珍宝 世界和平的智库 举办祭祖大典与各式法会 为地球消灾化解 行行默默复行行 对世界和平与地球永续发展 做出极大的贡献 2019年10月7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一年一度的世界和平大会 在巴黎召开 会中职委会主席李炳炫表示 借鉴历史与先人的智慧 可以帮助我们建构和平 与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关于如何达到世界和平 多数国家代表的发言 都趋向于思想教育 及伦理道德观的培养 这与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 所推行的宗教教育观点 不谋而合 易经大学正式传授 圣贤智慧 养贤蓄才 证明欲得的社会终身教育机构 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宗旨 在人类的思想上 建构和平也完全契合 混元禅师在当下的时空 虽然无法站在世界和平大会的舞台上 发表与正道 但他做到了很多其他宗教 所无法带来的心灵和平 混元禅师说 天人合一是中华文化的本质内涵之一 是人类祖先追求和平的理想 它源自于人类的自然宇宙观 地球上万物的活动 若能重新出发 相互包容与尊重 就能和谐共生共荣 他即是意之大道 意者一也 意者心也 意即是心意大道 万法不离心 万元亦不离心 人生在世 修行修心 将心量放大 以宇宙万生万物为师 以心为至尊 开启以心为王的运转新药 推动民养两界同观照 天下一家亲 和平理念的实践例行 正如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 吉乐殿前的两具对联 仙人撒网一箩筐 佛刹净土心为王 2012年 混元禅师入围诺贝尔和平奖 得到各界广泛关注 台湾政治大学宗教研究所 李丰茂教授 曾发表一篇研究论述 剖析维新圣教的 玩教关怀内涵 其中提及 维新圣教作为世界新兴宗教 在现今两岸 东亚乃至世界各国 急需共生共存的国际秩序之下 选择以神道的解冤世节 作为宗教关怀的主题 以易经风水学的古制金用 达到人际和气 民族和平 宇宙和谐 即是混元禅师 入围诺贝尔和平奖的主要原因 我们维新圣教 维新中的宗族 混元禅师提出 以教育文化宗教出发 从易经风水学来提倡 让大家过得更好 更安心 这个想法 我个人是非常感动 也非常敬佩 师父他在2012年 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入围 我们都以他为荣为傲 事实上他带领台湾 维新圣教维新中的信徒 还有两岸 还有和平的人 所做的努力是被看到的 得此殊荣 除了对混元禅师 一生致力推动两岸中华 和平文化传承交流 与发扬的贡献 给予高度肯定的表彰之外 也是对维新圣教 为国修道 为民祈福 追求天下太平之本院所做的努力 给予最大的肯定 混元禅师推动天下太平 世界和平 在学术界方面 每年都举办了相关的学术的研讨会 集合世界各国的专家 大家共同针对疫经新法风水相关的课题 大家共同来研讨 所以等于立足台湾 放养国际 然后把新法安定 阴陵安定 我们希望全国各界 大家共同努力 让这个世界和平早日到来 在宗教信仰自由的台湾 混元禅师是一位开创者 也是一位传承者 他创立了一个全面包容的新宗教 用现代语言 弘扬中华民族古老的文化智慧 不仅是当代的意志行者 也是世界和平的实践家 他在台湾打造了中华文化的大熔炉 让我们看见天地间 浩瀚经维的运转法则 认识疫经与风水学 是如此妙不可言 并以开放的态度 与世界其他宗教交流 成为和平的盟友 混元禅师曾说 三十多年的行道历程 既精彩又艰辛 幸而一路上始终有许多的善知识 法师 讲师 学员的护持合作 以相同的理念与目标 为世界和平一同努力 教团才能走到今天 他的心中充满感恩 我们维新圣教维新中的宗旨 混元禅师 他是一个超凡的行者 是一个世界和平的实践家 我们认为世界诺贝尔奖 如果能够颁给他 我想对两岸的和平 对世界人类追求 世界和平应该是一种相当正向 我个人对师父仅表最高的敬意 混元禅师 他以世界和平 天下太平为本愿 以为国修道 为民祈福为宗旨 以民养两界同观照 天下一家亲之理念与作为 呼吁十三亿中华三组儿女 共同来服务 七十五亿全人类为职质 素叶匪泄 未尝歇息 是世界和平的文化使者 他在意宗教教育家 今师人师之胸怀 教化众生 共转世界和平大法轮 他的中华民族情 天下太平心 一一表述在前 令人由衷感佩与尊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trash股 字幕您的支持 ingsmyediron 李宗盛 记者 李宗盛